第一招,我们要讲的是搜寻引擎优化的秘密第一招 也就是说,让网页内容出现关键字 让网页的内容出现关键字 这是最简单的原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页 如何让别人找到自己的网站 怎么样让别人找到你的网站 我们这边整理了15点密记 这15点密记呢,能够牢牢地把它记在心里 在写文章的时候,在更新网站的时候 我们必须记清楚这15个要诀 那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能够把它应用上去 那之后呢,就能够发挥它被搜寻到的效益 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 什么是SEO SEO就是所谓的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就是搜寻型优化的意思 也就是说,经过SEO的网页 它可以在搜寻型中自然获得几家的排名 那如果我们搜寻到你的行业的关键字 你想要卖的商品的关键字 那它能够出现在搜寻型的第一页 甚至第一笔的话 那被人家点选的几率当然就大增 你的业务量还有访客来的数量就会大幅的增加 那SEO为什么是一种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一般网站设计公司就是网页的设计商 他们都会跟你推销SEO的服务 而且收费还蛮昂贵的 比如说一个关键字 如果能够排到Yahoo的搜寻型第一页的话 它每个月要收你5000块钱以上 那如果再帮你放到Google的第一页 那可能又要5000块以上 那甚至这只是一个字 假设你的关键只有两个字 那你一个月就付到1万块以上 如果两个搜寻型都要 你一个月可能都要付上2万块以上 那如果你的关键字更多呢 你一个月是不是可能要付到好几万块 甚至好几十万 那我们就要告诉你 什么是SEO 如果这些网页设计公司 他们有办法帮你设计这些关键字 排序到前几页 甚至到第一页去的话 你是不是也能够自己做得到呢 答案是肯定的 掌握了SEO就掌握了巨大的利益 如果你的SEO成功了 排名于你想要的关键字的第一名 那你可以不用付任何一毛钱的广告费用 就让人家找得到你 SEO是一种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的一种技巧 你可以问问看你自己 我们都到哪边去搜寻 到Yahoo还是Google的搜寻引擎呢 一般的搜寻引擎 其实它就好像在一个选美比赛 评审他订出了比赛的规则 可能这个美女的美貌占了百分之几 她的知识占了百分之几 她的应变技巧占了百分之几 然后我们再把每一位这些加力的分数 乘上每一个变相的比重数 那得到最后一个总分呢 再排出名次来 那网站呢就很像这些选美的加力 我们把网站所有的变相都挑出来 那每一个变相都要做到最好最佳化 那不管在搜寻引擎哪一个变相的比重有所不同 必然结果会八九不离十 我们现在介绍第一招网页内容出现关键字 这是最简单的原理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片 网页内容的关键字 如果这边写满了 不是写满了 写太多反而会有作弊的效果 所以大概写五个到六个 在一篇文章里面 这五到六个关键字 是你想要再搜寻 被人家找到的关键字 这是最好的 比如说这个网页里面 像我们贩售的邮件伺服器是英文叫Mail Server 那我的网页在陈述这个商品的时候 我就会提到我的邮件伺服器Mail Server 它搭配了Intel的双核心CPU效能超高等等 那第二项我又提到了 我们的Mail Server免安装的特性 只需要设定IP和网语 五分钟让你的邮件和网页马上上线 那第三个 我们的邮件伺服器内建了一个3.5寸的大容量硬碟 那第四个 201月20的主力机种 我们的Mail Server为了符合各项客户的要求 例如延长主机的使用连线等等 那这个网页里面呢 我主要打的就是Mail Server这个关键字 那网页内容出现关键字呢 这是很基本的一招 那出现关键字的次数呢 我们的排名的排名的排名的顺位有可能越高 但是要注意一点很重要 你不可以把你的关键字充斥的整篇文章 而且充斥的很奇怪 比如说刚刚的Mail Server 我们必须是很自然的 它是符合一种自然的语文 在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关键字 那这个关键字呢 我们可以把它标成出黑体 也可以把它做成超连结 连接到某页详细说明页 这都是对这个关键字非常有帮助的 但是我们很忌讳这个关键字 比如说我要做减肥茶 我就把减肥茶这个关键字 在同一个网页里面摆了100次 可是这个减肥茶在 在这个网页里面的文章 在人类看起来的结果 这个文章排序的非常奇怪 那这样子的话 在搜寻形态会把你这个网页当作弊 反而会有反效果 所以这是要特别注意的 网页的内容出现关键字 就是我的商品的描写 里面譬如说我自己以前是买邮件伺服器 那我的网站里面就会写到 本公司的邮件伺服器 提供某些功能 什么功能 防毒 防垃圾邮件的功能等等 那我们公司的邮件伺服器 又提供了防火墙功能 NAT功能 DHCP 驾站机功能等等 那这些 这两个项目里面 我就提到的 各提到的一次邮件伺服器 所以邮件伺服器 是我的关键字 那所以呢 在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在你的网页里面 提供 关键字是让搜寻情可以去搜寻到 而且这个关键字就是你想要被搜寻到的字 这是第一点 那 那